整個真正要對抗的 其實是全民的這種 這種被戒嚴時代的遺毒啊 這戒嚴時代的遺毒是貫穿了 置入了我們全民的腦袋裡面 而且我剛剛講成為DNA 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 你說國語 他所刻意的這些語言 然後透過這些語言來載至 載至我們全民的思想 觀念 價值觀 形成很多這些基因 然後這些基因是一代傳一代 這個才可怕 這個基因是說 他的基因 他是已經選擇基因 譬如說 我們一些關鍵 一些屬性 我們對台灣歷史的 健康 和政府區 五百 五百 我們對我們的三民 連簡單說 連說日本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 讓大陸一國的火焰基方針 這樣他也是 他也不知道 他也告訴你 是 日本 那 台灣的三民 千萬人跟我們搶 他過的 塞這個 過的都塞 我們整個台灣 從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掌控 以後 你看我們的交易 體制 我們灌輸了 多少 多少 那種 扭曲的 偏離的 沒有 不實的 就是說不實的 對台灣歷史不實嘛 過的都沒有 所以 我們以前都會說 我們都知道長江皇后 不知道我們自己台灣的河流 這就是以前這樣加下來 然後一台過一台 很快喔 過年就還有一台 整個 整個宅制 整個思想控制 思想控制 最大的 就是 所謂戒嚴 就是思想控制 然後思想灌輸 包括歷史 包括所有教育 文化 媒體 各種 甚至文學 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 然後他就灌輸 要給你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說的 這些都是 很簡單的 舉幾個小例子而已 那更深層的 我們的很多的思想 都還沒有從 戒嚴從解放 都沒有 有沒有很容易 就直接會流露出 就是在那裡 為甚麼 我看你 要不要 不敢 我明白 等到 能